如果人生是一场郊游,有一好友相伴,合足珍贵,人不能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,只能说珍惜当下,摆脱那些束缚的责任感,多为自己而活吧。 大家好,我是阿易,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部引人深思的治愈电影《郊游》。 年过七十的恩心独自居住在首尔的大房子里,除了睡觉,大多数时间都是一个人坐着发呆。 他患有严重的帕金森,每天都要吃很多药,这些药也给他带来一些副作用。 他常常会出现幻觉,自己回到小时候,母亲也还健在,母亲总是用很温柔的语气跟他说话,教他如何养花养草。 他虽然有一个儿子,但儿子也不会时常来看望他,就算来了,也是为了他那点养老金。 儿子儿媳和孙女只有在放假的时候才会一起回来,这次却打破了常规。 正当他疑惑的时候,儿媳拿出了手机,让他看上面的新闻。 原来儿子因为卖劣质油做炸鸡被查出来,现在不仅店被查封还欠下一屁股债。 讨债的人挤破了门,他们家里已经没办法住了,所以一家人才来到这里避难。 不仅如此,儿子还欠了一大笔贷款,如果还不上他们的房子,就要被拿去抵押。 儿子厚颜无耻地要求恩欣将自己住的房子卖掉,替他还债。 还承诺到时候翻了身,挣了钱,再买一顿更大的房子。 恩欣听后,气不打一处来,拿走了保险金,取走了养老金,现在还想打他房子的主意。 他现在已经到了这把年纪,不奢望住什么豪宅了,只想安安静静地在这里度过之后的日子。 结果儿媳也开始逼他,说孙女今后的前途和学业都会因此受影响。 他气急返校,好不容易将儿子养大,正是想将养孙女的重担也推到他身上。 婆媳两人为此吵了起来,门铃突然响起,打断了他们的争吵。 原来是恩欣的亲家母金顺从家乡赶来做客。 金顺和恩欣不只是亲家的关系,还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好朋友。 自打儿子和儿媳结婚之后,两人就没再见过面。 多年未见的好友突然相见,千言万语只会成一句话,你也老了不少。 儿媳见母亲大老远过来,想要做饭招待。 恩欣却坚持,要带金顺单独出去吃。 他们去了快餐店,因为不太会操作自动点餐机。 恩欣点了十几个汉堡,却忘了点饮料。 两人坐在街边的长椅上,边吃汉堡边酗酒。 恩欣说起了关于儿子的那些反心事,后悔当初没有将儿子教育好。 金顺负荷,女婿确实有点不靠谱。 恩欣听后,有点生气。 自己的儿子怎么说都行,但听不得别人去评价。 于是,两人像小时候一样,又半起嘴来。 到了晚上,两人商量着去看看另一位好友,庆子。 可到了庆子家,按了很久的门铃都不开门。 邻居告诉他们,庆子早就被儿子接走了,而且一家人移民去了国外。 两人为没能见到庆子的最后一面,感到惋惜。 但想到庆子要去过好日子,也就没那么难受了。 恩欣不想回家住,带着金顺住进了宾馆。 躺到床上静下心来想一想,恩欣觉得有点奇怪。 金顺突然来到首尔,还穿得那么正式,看起来不像是随便来看看的样子。 总觉得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,可当他问起来,金顺眼神多闪。 解释好不容易来了首尔一趟,当然要打扮一下了。 他沉默了一会儿,突然开口,要陪金顺一起回家乡去看看。 算一算他也有几十年没回去过了,很多牵挂的人再见就是最后一面了。 金顺听后很是激动,根本不相信,再三确认。 随后泪流满面,是该回去一趟了。 第二天早上,恩欣又出现了幻觉,看到了母亲病重的情景。 正当他感到害怕的时候,一个声音将他拉回现实。 回过神来,金顺正惊恐地看着他,他解释是吃药导致的。 他没有将这件事告诉儿子,因为他知道儿子一定会将他送进养老院, 然后将房子卖掉还债,这是他最不想看到的结果。 所以请求金顺,一定要替他保守秘密。 两人回家收拾了一下,踏上返回故乡的旅程。 回到村子里,用眼帘的是反对开发商建度假村的横幅。 虽然村子里都是老房子,不值什么钱,却是大家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地方。 他们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抵抗。 故乡温柔的风吹散了恩心旅途中的疲惫,身体里又被注入了新的火力。 几十年过去了,他对这个村子的感情从未变过,突然有些羡慕金顺守着村子过了这么多年。 桌子上放着金顺闲暇时写的诗歌,村子里的海棠花又盛开了,我们却越来越难见到了。 朋友啊,我想你了,我们的青春不复返,以后的海棠花还是会照常开吧。 突然想到他们中学时最爱听的歌曲《海棠花》,眼前出现学校时的场景。 他站在礼堂的舞台上唱歌,金顺在下面做着指挥的动作,一个男生在一旁偷偷地注视着他,眼睛里都是欣赏和爱慕。 再次来到中学的校园,那里还是原来的样子,只是已经荒废,没有了生机。 回去之后金顺已经做好了饭,都是小时候最爱吃的家常菜。 边吃边夸赞金顺的手艺,可以开餐馆了。 两人有说有笑吃完了回到家乡的第一顿饭,晚上坐在院子里,处理刚摘回来的菜又忍不住叹气。 说起了这些年各自家里的烦心事,恩兴有个不省事的儿子,金顺的儿子更让人生气。 都成家了,还每天沉迷于梦想,不好好工作。 如果不是长得帅了点,儿媳妇早就闹离婚了,只希望儿子有一天可以自己醒悟,好好过日子,好好工作。 想起荒废的学校,恩兴觉得可惜。 越来越多的人搬去城里居住,村子里几乎没有了孩子的身影,学校自然就开不下去了。 也让有些人抓住了商机,想把村子改成度假村。 次日,金顺将种的菜拿去集市上卖,恩兴去闲逛却买了别人的菜。 理由是,看那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实在太可怜了,丝毫不记得自己也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。 金顺气急败坏地将她教训一通后,拉着自己的菜坐车回了家,把她一个人丢下。 她也不生气,一个人去吃了泡饭,给餐馆送酒的老大爷看到她,两人对视了一下,挣住了。 眼前的老大爷的脸和昔日小男生的脸融合到一起,她这才发现,老大爷就是中学一直暗恋她的太后。 距离中学时期已经过去了六十年的时间,太后再次见到初恋,很是激动,也不管别的餐馆正等着她送酒,必须要坐下,更新叙叙旧。 太后经营着一家酒厂,自己酿酒,自己销售,从她父亲到她女儿,已经传承三代人了。 没聊两句,电话就打了过来,催她去送货,她只能赶紧去干活,跟新约定,等她忙完之后,在金顺家见面。 回到家里,金顺还在生气,直到看到她带回来的泡饭才消气。 她说起了在餐馆看到太后的事情,忍不住感慨,实在是太巧了。 就在这时,太后的女儿润珠赶了过来,通知金顺去参加反对开发度假村的聚会。 恩欣也一起去参加,聚会上都是一些年纪相仿的老人,年轻人没有几个。 太后呼吁大家要团结起来,坚持到最后,不给那些开发商有机可乘。 看到恩欣也在场,太后忍不住高歌一曲,大家吃饱喝足,又开始在歌在舞。 回去的路上,恩欣和金顺都有些醉了。 恩欣发现,太后老了之后,好像比之前帅了不少。 想想这几个人中,就太后过得还不错,经营着一家酒厂,不愁吃喝。 最重要的是,子女有出息,还孝顺。 金顺开玩笑,你们两个来一段黄昏恋也不错。 恩欣羞红了脸,一大把年纪了,还谈什么恋爱。 一场雨过后,三人又在金顺家相聚,太后还带来了自己酿的米酒,庆祝恩欣回到了故乡。 三人刚举起酒杯,金顺的儿子成俊回到了家中。 见到多日未见的母亲,没有问候,反而阴阳怪气地发了顿脾气就离开了。 金顺原本的好心情被破坏,气不大一处来。 之前那么善良懂事的孩子突然变成这样。 最近一段时间,脾气更是古怪,让他有些琢磨不透。 原本和谐的氛围被他打破,他们也没心情庆祝。 就在这时,金顺接到庆子的电话。 电话那头的人并不是庆子,而是养老院的护工。 三人联盟赶去了养老院。 本该被儿子带去国外的庆子,此时正被绳子绑在床上。 庆子患有精神上的疾病,一发病就开始打人,将他绑住也是无奈之举。 听护工讲他的儿子已经很久没打过电话了,对他不闻不问,他的病也许就是因为被抛弃引起的。 三人听后很是心痛,这样的生活简直生不如死。 护工见庆子终于平静下来,将绳子解开,但庆子早已不记得三人。 直到安心拿出中学时合唱团的合照,唱起了他们那时唱的歌,才将庆子的记忆一点点找回来。 安心安慰庆子不用担心,过段时间他们都会住进来陪他,他们每天一起生活,一起度过以后的时光。 庆子听后大声拒绝,不要总想着来这种地方,就算是死,也应该死在家里。 住在这里的人,你们觉得他们幸福吗? 虽然护工们比儿女还要贴心,但这里毕竟不是家,即便还在喘息,也不算真的活着。 庆子只清醒了片刻,又开始发病,用手抓着蛋糕使劲往嘴里塞,这样三人看着很是心痛。 回去的路上,车上异常安静,氛围也很凝重。 回到村子,发现大家在举行抗议建设度假村游行,一群人喊着口号,冲进开发商在村里的办事处。 安心发现,成俊竟然是办事处的一员,正在组织村民们抗议,他不想精神看到再起出什么病,让成俊赶紧回家,不要在这里添乱。 成俊却将他推倒在地,太后看到这一幕,上前要教训成俊,也被成俊推倒,头部撞到了地上的石头上。 瞬间流出大量的鲜血,气得筋顺当众打了成俊好几个巴掌。 成俊被吓坏了,愣在原地任凭母亲对他拍打。 润珠担心父亲,要将父亲送去医院,而太后却说自己没有事,不用去。 太后的抗拒让安心察觉到了什么,安心将润珠推开,独自带着太后去了医院,检查过后才知道是脑癌。 太后早就知道只是将病情隐瞒下来,他清楚这个病。 无法医治,不想接下来的时光在医院度过,所以请求恩心帮他保密。 到了这把年纪,恩心怎会不懂他的心情,也就答应下来,连金顺都没有告诉。 次日,恩心和金顺一起来探望太后,为了证明自己真的没有事,太后还摘下了头套。 喝醉的太后感慨,这辈子最愧对的就是女儿。 别的女孩都在大城市里做着像样的工作,每天打扮得光鲜亮丽,只有润珠被一个酒厂缠住。 没有办法去享受大城市的生活,甚至过得不像是个女孩,每天浑身酒气,到现在还没有可以托付终身的人。 她已经想好了,等自己离开后将一切留给女儿。 金顺不明白,太后如果有这样的想法,为何反对建度假村? 建了度假村,认住以后的生活不是更好吗? 太后摇摇头,如果村子消失了,那么之前所有人生活过的痕迹都会消失。 有谁能证明他们曾经在世上走过一遭呢? 这世上还是有很多东西是金钱无法衡量的。 现在最让她清醒的是还能见恩心一面,大家还能像小时候一样聚一次。 就算让她明天离开人世,她也心满意足了。 那天下午,三人聊了很多,在海边散步,玩闹的时候,似乎回到了中学时期。 无忧无虑,只有快乐。 如果人生停留在这一刻该有多好,可他们的人生已经是傍晚的参阳,只能等待最后的消失了。 两天后,恩心和金顺在集市上卖菜,听到了太后去世的噩耗。 葬礼上,很多人埋怨成俊。 觉得是成俊推的那一下导致太后去世。 而金顺惭愧地低着头,无法反驳。 大家的责骂声越来越大,说成俊小时候看起来就不老实,现在更是作风不正,只会闯祸。 恩心听不下去,替成浩说话。 结果大家将矛头转向了他,就是因为他每天拉着太后喝酒,喝出了问题。 他想反驳没有开口的机会。 最后,润珠看不下去,说出了太后得脑癌的事情。 润珠很是自责,父亲得了那么严重的病,他这个女儿到现在才知道,简直太不孝了。 恩心不知道自己的隐瞒是对是错,是不是早点说出来,太后就能多活些时日。 可若是像庆子那样痛苦,早点解脱也是好的。 此日,从梦中醒来,由于长时间没吃药,恩心的帕金森又犯了,耳边也响起了金顺的哀嚎。 金顺腰疼得厉害,动都动不了,让恩心帮他叫救护车,然后拿尿电。 恩心的手不停使唤,还没等他将尿电垫上,金顺就大小便失禁了。 他这才知道金顺的身体早就出现了问题,之前金顺都是穿着纸尿裤睡觉的。 他很是痛心,不知道金顺这些年一个人是怎么过的,也终于明白金顺突然去首尔看他的原因。 原来金顺早就准备一个人默默地死去,如果不是他这次跟着一起回来,说不定金顺早就已经做了自我了断。 想到这里,泪流满面,两个老人无力地躺在床上,痛哭起来。 被送到医院后,金顺做了详细的检查,结果就是腰部的骨质疏松太严重,以后只能躺在床上了。 金顺很平静地接受这一切,因为他早就为自己想好了退路。 现在先进一点的医院都引进了一种药,可以让人没有任何痛苦地死去,这是保住他最后的尊严,唯一的办法。 恩欣却让他打消这个念头,因为那种药只会给癌症的人使用。 但恩欣不忍心看着金顺这样痛苦下去,于是在心里做出一个决定。 他回了趟首尔,将房子卖掉,收到的钱全部交给了儿媳。 在金顺去首尔之前,他每天生活在悲伤和绝望之中,是金顺和太后的出现,让他重新活了过来。 人生就像一场郊游,希望离去的时候也是如此。 穿着韩服与世界道别的心情,他到现在终于理解了。 他将金顺接回了家,度假村的项目尽管那么多人反对,还是通过了。 过不了多久,这里就不是他们的家了,所有生活过的痕迹都将被抹去。 晚夕过后,他们决定来一场郊游,将屋子好好整理了一下,又去集市,给对方挑选了新衣服。 买了食材,做了些路上吃的食物,然后相互搀扶着,出了门往山上走去。 尽管很费力,但眼神坚定,累了就坐下来歇歇,吃点东西,然后继续往上爬。 山顶的风景还是和小时候一样美丽,他们唱起儿时的歌曲,看了眼来时的路,向着悬崖走去。 人生就像郊游,一路走到最后才知道人之将老的真正含义。 被儿子坑害的恩心,被儿子抛弃的庆子,与儿子不和的金顺,还有得了脑癌,到死也没告诉女儿的胎儿。 人老了,心却不老,还想有尊严地活着,不想给任何人添负担。 面对帕金森,脊柱问题,还有脑癌,他们是多么的无助。 都说人生处死无大事,确确实实,人只有在面对和经历死亡的时候,才能获得一次成长的质变。 他们三个老人如此,年轻人亦如此。 人生而平等,不过是一句自欺欺人的鬼话。 人人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,可是有人就出生在罗马。 有的人一辈子毕露蓝绿,磕磕碰碰,也到不了另外一些人的起跑线。 所以人这一生,唯一平等的是死亡。 无论王侯降向,还是凡夫走卒,谁也逃不开这人生最后一幕。 恩兴和金顺的选择提醒我们,尽管生命终将结束,我们依然可以选择以怎样的方式面对。 他们的平静和对美好事物的欣赏,让我们思考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找到真正的价值。 即使面对死亡,我们也可以保持尊严和平静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 喜欢的小伙伴一定要继续关注阿易,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等着你们。